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简单的叙述这部所谓的 我们台湾首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其实下一页 其实它的重点呢 就成如刚才几位荧幕上面的长官所提示的 台湾在于接轨国际 我们把国际公约与国内法化 但是呢各个公约有它自己的目的 还有主管机关 我们缺乏了一个所谓的 整体的指导纲列及全面的策略思维 所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其实就展现的把公约整合的这个能力 尤其对于弱势族群 我们要特别予以关怀 同样的我们国家也是遵守着 联合国相关的一个规定 比方说在1991年的所谓的巴黎原则 我们监察院成立了国家人权委员会 而行政部门对于这个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独立性 承诺予以尊重 下一页 那这个整个议题的话呢 可分为五个章节 包含了从前沿 还有它的制定的过程里面 就成如刚才那些长官所讲的 他是经过了 倾听沟通对话 才到了最后的定案 那对于国家人权委员会 我们要予以承诺它的独立性 当然它的核心所在 就是这个人权的议题 有我们投影片上面所呈现的八大议题 来下一页 这八大议题呢 分别在于强化人权 保障体制 人权教育 平等不歧视 还有所谓的安全保障 其中有关于第一个议题 强化人权保障的部分呢 我们行政院将成立的所谓的人权 人权处 人权及转型正义 抱歉 那个名称我有点忘记 是人权处 与转型正义处 转型正义处 那就是在于统合 所谓的垂直的推动 及横向的联系的一个功能 展现我们行政院的一个高度 那下一页的话呢 下一页对不起 包含的所谓的居住正义 气候变迁 与人权 数位人权 还有所谓的难民权力的保障的话 在数位人权应该在 几个月前 我们有特别强调了 法务部跟卫福部针对有关于网路 还有所谓的 一些科技的犯罪的时候 我们如何保障所谓的被害人的隐私 这都是我们这展现出 第三代人权的概念所在 下一页 那预期的成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部会间的整合 还有是跨公约的一种概念 我们希望与国际接轨 在一页 那任何的公约 它不是口号 它是行动 所以我们让人权成为行动 让台湾的人权价值 能够输出于国外 以上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